Audio Jungle Audio Jungle 原标题,什么情况?解放军百架战机齐聚南海,阵容强大兵尾下达紧急命令中国海军,在过去十年获得了长足进步,从舰艇装备数量上看, 052C地形防空驱逐舰超过了十艘,三大舰队全部装备,北海舰队最早装备的两艘051C在2006年还是威风八面,被誉为中华俄式神盾舰,如今两艘051C已经不是中国最先进的水面舰艇, 052C地形防空驱逐舰配备的有源向控阵雷达作战能力完全超越了051C,可同时对抗至少16个不同方向来袭的目标, 虽然说052C上的48单元冷发射装置数量有点少,但052D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热锤法能够极大增强导弹混装能力, 中国战斗机双机夹击美军机中国海军三大舰队,如今已经实现了全区域防空化,随着2012年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形成,远洋防空的重任,已经转移到舰在航空兵上,阻碍中国真正凶手浮现,曾让日本30年没翻身,点击进入扫码查看,中国空军四架殲11弹殲15,如今的数量还不足,军事专家估计殲15, 至少要走24架规模以上,常驻辽宁号,同时舰在航空连队要形成轮换机制,按36架进行轮流上舰,一方面可以让飞行员进行修整,另一方面可以保持航母战斗力,可喜的是,第一艘国产航母已经在大连建造,目前已经安装到飞行甲板阶段,殲15的订单也继续增加,至少要2.5个航母战斗群来配置, 至少要达到64架的规模,中国海军在过去10年获得了长足进步,从舰艇装备数量上看,052C地形防空驱逐舰超过了10艘,三大舰队全部装备,北海舰队最早装备的两艘051C,在2006年还是威风八面,被誉为中华俄式神盾舰, 如今两艘051C已经不是中国最先进的水面舰艇,052C地形防空驱逐舰配备的有源向控阵雷达作战能力,完全超越了051C,可同时对抗至少16个不同方向来袭的目标, 虽然说052C上的48单元冷发射装置数量有点少,但052D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热锤法能够极大增强导弹混装能力, 中国战斗机双击加击美军机中国海军三大舰队,如今已经实现了全区域防空化,随着2012年辽宁号航母战斗群形成,远洋防空的重任,已经转移到舰在航空兵上,阻碍中国真正凶手浮现,曾让日本30年没翻身,点击进入扫码查看,中国空军四架殲-11弹殲-15如今的数量还不足,军事专家估计殲-15, 至少要走24架规模以上,常驻辽宁号,同时舰在航空连队要形成轮换机制,按36架进行轮流上舰,一方面可以让飞行员进行修整,另一方面可以保持航母战斗力,可喜的是,第一艘国产航母已经在大别建造,目前已经安装到飞行甲板阶段,殲-15的订单也继续增加,至少要2.5个航母战斗群来配置, 至少要达到64架的规模,据美国BBC最新消息,美军第七舰队针对中国三大舰队航空兵罕舰集结,紧急下了一道命令,要求里根号和斯坦尼斯号战斗群,提升防空警戒级别,时刻保持8架FA-18EF战斗机带弹时班,美国海军安提坦号巡洋舰 与斯坦尼斯号航母事实上,美军为了防止中国学习俄罗斯战机超低空从航母上掠过,强化了航母内层防空圈40-50公里的近空驱离措施,这个岛国即将消亡,总统是中国汉奸之子,因一事果断与其断交,点击进入扫码查看, 中国851电子侦察船,抵进监视驶入南海的美海军斯坦尼斯号航母编队之前俄罗斯战机一逮到机会就要从美军航母头上超低空掠过,极为振奋士气,美军事专家认为,中国战机近几年对峙中动作更加强悍,上个月两架坚实用尾流干扰P-3C巡逻机,迫使其离开侦察航线,只要稍微不注意就会相撞, 为中国飞行员竖个大拇指,他们才是最值得敬佩的人